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个中产党 今天讲的话题 我都矛盾究竟是一个中产的话题 还是一个反中产的话题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今天我們想說的就是 現在坊間 或者其實政府已經落實了 幾乎可以說是 就是將這個公私營的新建國比例 就由六四比就轉到七三比 那你問我呢 在中產的角度來說 這件事情應該是反對的 但是現在在這個社會的聲音 幾乎是一面倒贊成 為什麼這樣呢 中產的潮流是有樓沒有樓 如果有樓那些 你私樓不建更好 當然又要分有樓的中產 和沒有樓的中產 但有樓的中產是比較多的 香港應該有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家庭 那些有樓的又不想買新樓的 其實樓價低只是對一族人有利 就是他的money earning ability 強於他的asset的人才有利 就是賺錢能力高於你的資產能力 但是現在香港很多數 就是現在的老海鮮 基本上都是他 大部分的東西都在資產量 賺錢能力很低的 所以在他來說 資產增值比他的賺錢能力更重要 我這些所謂中產就是例外 譬如我想換樓的 現在有樓私樓了 但我想換大一點的 我們三個人 尤其是在大一點的單位 所以我們三個人 其實反而是二十多 因為我們三個人 就算有樓也希望樓價低 因為我們有賺錢能力 賺錢能力強的時候 但當你賺錢能力弱的時候 那你不如寧願樓價繼續再升樓 不是啊 但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說中產的介紹 可以定得很低 如果我們說是把這個 家庭入息中位數 定為中間那條階級 中產階級 或者中間階級 那有很多人現在 其實應該是prefer樓價跌的 因為問題就是樓價跌 租才有機會跌 那如果我又買不起樓 我又排不到公屋 那不是這群人應該prefer 建多些私樓 讓那個租金的壓力可以舒緩嗎 是 只有這群人單元 但這群人我們已經不當中產了 但這群人呢 現在他們在這個正案放置 他們已經沒有希望買這個 他們希望做到居屋 陸自居 這樣的方式 寧願我抽七八十年 都未必有機會抽到的 白居二或者居屋 那我都不要這個私樓 因為已經完全絕望了 我心裡已經想到 我沒有可能買到 我買就是買資助房屋 那我寧願七三 給多些居屋 給多些陸自居 在他們心目中 這個事實上已經前往兩個階層 就是私樓階層 那私樓階層會夾到 好像西加坡 一樓城的人 四樓階屋 然後大部分人 都是一些平民 他們就是住公屋 居屋 這就是朝野的共識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話題呢 因為我們要討好聽眾 很容易 我設定一個條題 我們就是全力贊成 政府多建公屋 解決民貫 直接建公屋 就不要建屎樓了 我們出來的人 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 黑人爭 我們不可以做一些 那麼討好的事情 我們的節目 是越黑人爭越好 對嗎 靠你 這個呢 都是違反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 我們是崇優 就是崇資 所以是黑人爭 之前 周彥大師已經講過了 他說 其實在樓市這麼暢旺的時候 你應該是建多些私樓 去平抑樓價 反過來 在樓價很低迷的時候 你應該建多些公屋 去托住市場 你解釋一下 因為你沒有在這個節目裡解釋 這個我是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來講 覺得這個觀點是非常有經濟邏輯 沒有人說過香港 其實就是這樣的 香港什麼時候是建最多公屋的 其實大量建樓呢 就是麥里浩時代 當你麥里浩時代的時候 當你要為150萬人提供居住環境的時候 大概用10年 10年計劃 你不用公屋為主 你基本上樓價會跌到 阿貓都明白 所以他必須以公屋為主 他還可以選不起的 是 如果你要建很多樓的時候 譬如建很多樓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建這麼多樓的時候 大量建到現在 大家知道新加坡人均居住面 只是香港的170%之內 大量 他在你搖一樓這樣建 建到祖屋都千多呎 如果新加坡大部分建私樓 喂 比香港沙士還壞 那OK 那你就以公屋為主 但是如果在一個地方 當你的供應已經這麼少的時候 你仍然是以公屋為主 其實是違反了建制壓定理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到今天來講 你說六四比 改到七三比 討論全部都是沒有想到將來 沒有想到周期的樓市 只不過是說 現在很多人在吵 很多人說住不建私樓 於是沒有一個政策 你沒有增加土地面積 你沒有增加土地面積 你沒有增加 在沒有增加的時候 這個餅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 或者在一本 《純從經濟學》來說 當資源不救的時候 通常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配給 其實港人港地都是一種配給 或者有人的樓 或者甚至是 他說公屋都是配給 公屋都是配給 公屋都有一種配給狀態 其實你配給公屋 公屋的配給私樓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只是一人一間 一人樓是兩間 那個是行一個這樣的配給 就是無論給什麼人都沒有分別 第二樣 我自己覺得 我們經常都批評 政府沒有軟件 短視 其實你在房屋短缺的時期 你建這麼多公屋 你盡量壓抑私樓的興建量 而盡量把分配放在公屋 這個就叫短視 為什麼在沙士的時期 很多的居屋立即停建 又或者我們說 很多的房屋 我們都想著 工營的房屋 我們就想著 凍結它 不再拿來賣 或者再拿來建 其實就是因為 它要滿足當時的民意 民意覺得 現在的樓已經跌得這麼慘了 你還建公屋和居屋做什麼 問題是這樣 問題就是 在沙士的時候 大家整個文字都很愚笨 沙士的時候 我不是反對它不建那些樓 但沙士的時候可以建多些公屋 其實沙士的時候 香港的居住環境都不是特別好的 我們可以照樣 為什麼沙士的時候 你用給樓價牽住 建公屋就應該是逆周期 沒錯 這是一個逆周期的措施 我們就順了周期 沒錯 這個是很合理 但是現在香港的主流民意都是支持 香港基本上它因為整個文字 實在是太低 大家不是用一個經濟學原理 經濟學原理其實什麼是經濟學原理 是反科學 即是反科學 即是反科學 那樣東西不是一個什麼 我們講的 可能有十個立場 但是十個立場 其實都是基於科學 是啊 但是香港的愚笨的地方 它錯了一次 就是你錯了一次 沙士的時候 已經是調轉債的事情 發覺做錯了 於是就 受了之後 接下來的我們 我們應該要獲報九分 那不是的 就是它反過來的時候 它不懂 反過來的事情 應該要反過來做 就是繼續犯同一類型的錯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是給民意 給什麼來牽著走 那些民意就沒有學到東西 就是這麼蠢 那民意 它會覺得 如果這樣做的民意 也是根據選票 根據那個政治利益 來去決定的 那當然 如果你用文稅的角度說 我覺得很難免的 就是你在香港 有什麼人 是真正會受 六四比 轉到七三比 新受其害呢 先說一些沒有關係的人 譬如 沒有關係 想要有好處 譬如公屋住戶 公屋住戶 你是不會介意 六四或七三已經有層公屋 甚至乎 你會 prefer 夠多些公屋更好 有多些公屋 為什麼會有好處呢 第一 我的子女可以拆出去 拆多一間 第二 就是 我可以因為多些公屋 所以 迫遷的壓力會小 兩國行業 是 除了他之外 有很多副都是 因為你公屋 如果要求很緊迫 當然 迫遷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那麼 建多些公屋 可能會對他們有利 好了 對於本身已經有層私樓 他也沒有想著要換樓 譬如剛剛賣了一層樓 或者他都已經退休了 那當然 prefer 你建多些公屋 托住樓價 我拿這層樓做易按揭也好 將來我留給我的子女的時候 他會更多樓也好 那麼 這些就全部都是既得利益階級 而這班人 分分鐘都已經佔了全香港大多數人 所以你說香港主流民意都支持公屋 是由六四比至七三比呢 是很合理的 我先說 我贊成 一件事是precondition 是六四比至七三比 是當公屋是增加了地積比率之後 因為你是增加供應的 因為我變成公屋 我就增加供應的 所以我是贊成 增加了那個 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個前提之下我是贊成 這個都不用precondition 簡直是好像已經變成一個condition 所以我贊成 林鄭就已經宣佈了 會將地積比率增加20% 提升到增加30% 所以六四比至五三五七比 就不是只有比例 如果你的增加是透過增加地積比率 不是說蓋少屍樓 是一個做法 是蓋少屍樓 兩個都發生了 如果主要的增加是 因為我蓋少屍樓 蓋到公屋 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不公道 為什麼你覺得不公道 因為現在的路 當然我明白 我反過來說 有什麼人會在這個政策中受害呢 就是一些 又買不起樓 我的門檻又高於公屋申請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 這個政府永遠都忽略這班人 當你的私樓供應越少 租金就越貴 那你不如去抽白居易 不如去買居屋 那他可能連買居屋的能力都沒有 你有啊 你不如去買多錢 買多錢 這麼說 你所說的所有東西都同意 但是當如果為大局作想 你因為增加地質比率之後 你就做大了一個餅 做大了一個餅 我就不反對了 就是你做大了一個餅之後 其他就是distribution的問題 其他就是 譬如說 我認為應該蓋了公屋 蓋了私房不蓋公屋 但是蓋公屋 因為有更多地質比率 那就不同 大餅做大了 我再講清楚給觀眾聽 所謂什麼叫做增加地質比率 就是原本同一塊地 可能只能蓋到一萬個單位 那你增加了 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增加地質比率 那同一塊地 就可以蓋到一萬一千個單位 那原本蓋私樓 它可能只可以蓋到八千個單位 因為你公屋又可以蓋得密集一點 就是公屋的地質比 又會比私樓高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政府就想著透過蓋七三比的公屋 再增加地質比率 那就可以增加了單位供應 但是我在這個角度來講 我不可以說完全反對 但是如果我用一個市民 尤其是一個中產角度來講 你應該也要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地質比率增加了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公共的共享空間 那個地方是會分薄了 舉個例 譬如一個球場 原本是給三千戶去share 現在可能有四千戶去share 現在可能有四千戶去share 商場原本設計是給一萬人去的 現在可能有萬二人去賣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因為這個 首先我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講 我當然是認為全全一個公屋都不起最少 因為在我們來說 現在講公共政策問題 公共政策問題就是 你那裡的公共設施 雖然是share了 被人share的少了 但第二區是疏了 因為你total的招職 所以哪裡建公屋就很重要了 就是財富分配的客戶 所以其實 你講的一個問題就是 垃圾墳八路建在哪裡的問題 即是說 其實你在那裡 就是not on my back 就是永遠都這個問題 但我們如果做一個政府 是應該純體整個大局去著想 是有些人是抵制的 所有政策都有人是抵制的 另外一樣我覺得 真的很討厭的地方 我覺得這一點值得犧牲 但是你想想 現在的左翼出來經常說什麼 我們要一個更加良好的社區規劃 我們要有一個更加優化的居住環境 這不是土地問題 是規劃問題 這不是土地問題 是規劃問題 你這個增加貴積比率 就是惡化了規劃 惡化了社區 很簡單而已 我們就經常拿將軍路和施政策來做例子 就是那個超級市場 就是我現在的朋友 在這個將軍路是不會去那裡買 因為他們覺得那裡一定是排除 不是啊 他寧願探良家的時候 去土瓜還賣 買完東西才拿回去將軍路 我講 我不明白 你左膠就是日本研究社那些 他們認為香港的430公頃公已經夠了 因為每個人有400 有400呎 4人家庭就已經足夠了 在他們心目中應該是零社區的 以他們的土地計算 我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他們應該是香港的地 是用來建400呎的公屋單位 然後4人家庭住宅 在他們的規劃之中 是沒有社區 沒有社區這個問題 也沒有交通這個問題 只能蓋上樓就夠了 他們的計算 那說什麼社區公屋呢 我都不明白 但是這幫人同樣是覺得 他們只要靠一個好的規劃 就可以令… 那430公頃就沒有規劃了 那430公頃就沒有規劃了 就是大家規劃了 他們的土地供應計算是這樣的 對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社區規劃 零社區規劃 他們說什麼 大家都不用道路 也不用什麼的 也不用停車場 他們要計算是這樣的 為什麼又忽然之間 又說社區規劃 我不明白 現在的重點都是 現在香港有一群人 說的話 和他們要求的政策 是可以完全矛盾的 就是你說… 中間好大派 是啊 你說是… 我… 我跟他們糾字 因為很諷刺就是 他們會覺得好的規劃就足夠 但是又不需要更多的土地 是… 他會覺得 爭取低下階層的 更加好的住屋 滿足他們的需求 是已經足夠 但是他又不會想這樣 你是促使了很多 申請不到公屋的人 是會令到他們的居住環境更加惡劣 剛才周卿提出了一個規劃 就是增加地積比 那就可以容許他們 這更加多 我也是一個規劃 如果你問我 知不知公屋由 六四比至七三比呢 但前提就是 麻煩你們要繼續嚴謹地執行 驅逐一些 不能夠再富裕到公屋那個居住的 資格 資格 因為現在我最擔心一件事就是 哦 建多了公屋 於是呢 其實那些富戶 或者那些超級富戶 其實他們已經是… 不是真的霸著公屋的問題這麼嚴重 即更加少壓力去… 更加少壓力去趕走他們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建多少都沒有差 我講一個好笑的問題給你 譬如我們在銀行排隊 那現在的人說 你差一個印還沒拿過來 或者是差一個東西 你現在先回家拿回來 那就可以了 你現在先回來 然後說 你先回來的 你先回來的時候 你不用排隊 你就在這裡找回來就可以了 剛剛會這樣 那那個富戶可不可以先 現在你鎖了一個富戶 那富戶就走了之後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原來又要再申請幾年 這樣就不同了 他是不是富戶回來的時候可以… 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會知道現在公屋那個新… 即所謂要驅逐那個超級富戶的門檻實在太高了 因為有百多萬的資產 你四人家庭那個的家庭總入息可以是幾萬 五六萬 六七萬 那我心想 去到這個經濟條件 你還告訴我 他是有理由留在公屋裡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理論上 你的公屋的供應付出 是 我隨時可以 我今天不… 什麼 我明天就可以回來 轉個圈 我不用再排隊 OK 那他們可能你走 接觸走他們的理由大很多 就是 梁國雄他現在逐逐走了 因為他做不了議員 下一屆就做了議員之後 然後他又可以逐走 但他不做議員之後他可以回來 我們立即走了 麻煩你選到議員之後 以後你搬走 但是他會說 不是 可能轉個圈 對嗎 如果你有那個門檻 可以說 不用 現在我忘記帶那個人回來 你不用排隊 你走回這裡就可以了 那就不行 因為時間關係 我用一個說法 就可以相反一下 我申請公屋那個人 可不可以臨去到這個申請的時候 哎呀 我的入息超額了 但我將來會減回 你退回臨半年的時候 你讓我低回那個背額 你就讓我可以插隊 去排隊上公屋 申請那個沒有 你住的那個有 那已經不 fair 不過這些都是TV世界大自由話題 我們下次再說 好 好